我们来看到这个邦交国啊 有这个所罗门群岛的总理 跑到台湾来要做健康检查 外国外交部呢 所谓的高规格接待啊 高规格 我们看看派去接的车子 就是跟外面租来的旅车 结果呢 上面挂着中华民国 还有所罗门国旗哦 这个高级轿车呢 司机停好车 就大摇大摆躺在那边了 而且甚至还脱下了衬衫鞋子跟袜子 内衣呢又衣衫不整 他就这样坐在车子里面 而且呢 前座还丢了一堆的塑胶袋乱七八糟的 看起来是不是真的有失国际礼仪 台湾的形象是不是也赔上去了 接待所罗门总理 以及贵宾的五部高级轿车 停在停车场 只见这位司机把领带拿下来 衬衫脱了 上半身只穿着一件无袖内衣 而下半身长裤裤管卷起来 皮鞋和袜子都脱掉 只穿着一双拖鞋 就这么大剌剌的躺在前座休息 要是在外边 应该不是吧 你刚不是在外边吗 不是 我临时插进来的 我临时插进来的 对 后来才进来的 我刚掉来的 司机辨称不知道在的是外边 但这一部轿车 明明就挂着我方和所罗门的国旗 再问问其他衣着整齐的司机 坦诚他们为外交部工作 没有 没有 我说 这个刚才是在外边的嘛 这车子 在外边的嘛 对 所罗门的 所罗门的啊 对 驾驶座也被司机丢了许多塑胶袋 凌乱不堪 他故作镇静 但不一会儿功夫 立刻把衣服穿上 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 那他们跑 我没跑 我是临时在 还进来的 那个因为待会儿还有人要替我跑 记者也发现 外交部的随行人员 躺在车内 嗚呼大睡 车门打开 姿势非常不雅 我方的邦交国 所罗门群岛的总理 上午前往高雄高一做体检 没想到负责接送的外交部礼仪车 驾驶的衣着行为都有失国际礼仪 实在让台湾人丢恋 中间新闻翁崇文陈云龙 高雄报导